紧接著說到四海幫的副幫主叫做劉萬興 他的媽媽在今年11月23號過世 享受89歲 上午高雄市立殯儀館舉辦告別式 那四海幫 天道蒙 竹聯邦 北中南的角頭 以及很多幫眾到場要參加攻擊 現場聚集了破千名黑衣人 警方鶴槍實彈要搜陣 意外查獲到兩名通氣犯 殯儀館外頭 寶大特警員警 鶴槍實彈維持秩序 200名的員警在各個入口分組盤查 上午四海幫副幫主劉萬興的母親 舉辦告別式 包括四海幫 天道蒙 竹聯邦等北中南角頭 全都派人到場之役 上千名黑衣人從早上開始陸續涌進會場 警方預估這是高雄從疫情趨緩之後 最大場的告別式 出席的大多是幫派要腳 就連白狼張安樂也到場致役 擔心有人刻意鬧事 警方不敢大意 不但事前跟家屬溝通 也對到場的黑衣人一一拍照建黨進行蒐證 警方在現場查獲到通緝犯兩名 依規定帶還手偵犯 警方在比對這些黑衣人的身份意外查獲兩名通緝犯 立刻將他們帶回警局處理 另外也在現場發現有16名未成年的少年 也由少年隊通知這些少年的家長 將他們各自帶回家處理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警方在現場